当下的感到今天的行动 据说有这么一个农夫与麦子的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农夫 他是不是种了麦子 农夫回答说 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 那个人又问 那么你种了棉花吗 农夫又说 没有因为我担心虫子会吃了棉花 于是那个人又问 那你种了什么呢 农夫说 我什么也没种 因为我要确保安全 一个不愿冒任何风险的人 只有什么也不做 就好像那个农夫一样 到头来他也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不是 他们回避受苦和悲伤 但他们又不学习 改变 感受 成长 爱 还有生活 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 是丧失了自由的奴隶 我们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有过 怕天不下雨 而不去种麦子的时候呢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103.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 作词 认为 忧生 听我们的观看 宣传 我们来说 有什么 有什么